这间国华街坚果市嘉义人传统早餐老店 没有招牌也没有菜单 只有问老板才知道哦 老板娘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们的贵啊 为什么不是白色的 我们这油菜是油葱加酱油 你一份白色的那个是萝卜 哦那个是萝卜的 那个加萝卜所以是白色的 点了一份坚果加蛋 他们最厉害的是坚功 坚蛋吃起来滑嫩Q弹 坚果虽然有煎到微恰恰 但是淋上酱油后口感就变软嫩 不过油葱果本身味道很不错 搭配特制的酱料还是很耐吃的好味道哦 接下来这间吉辛鲜虾混沌 距离国华街坚果 走路只要两分钟而已 他们最特别的就是鲜虾混沌 主食部分的话有面食 另外呢也有卤菜 那我们点了霜酱面跟鲜虾混沌汤 先来吃看看双酱面 双酱就是沙茶酱加麻酱 面条呢可以选细面或宽面 我选的是细面 那他们的面条是手工蛋黄面 吃起来更Q弹 然后沙茶酱呢跟麻酱意外超搭 沙茶酱呢中和的麻酱整理 整个更顺口 非常好吃哦 再来这碗鲜虾混沌汤 看看这个枕头也太像混沌了吧 很大颗耶 而且呢它皮薄肉馅多 肉馅呢是有特别调味过的 没有猪肉的腥味 然后里面呢还包了一整只的虾 超级新鲜 口感是QQ脆脆的 那它汤头呢则是蛮清爽的 简单呢用少量的白胡椒提味 跟馄饨的味道搭配得很好 不愧是他们的招牌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吃秀竹鹅肉 这间也是在地老店 是嘉义人才知道的隐藏版美味哦 看一下菜单 有饭有面有汤有小菜 选择还蛮多的 那基本款必吃呢就是鹅肉饭 看看上面铺满甜香暖嫩的鹅肉 淋上够味的鹅油酱汁 加上金黄香酥的油葱 还有笋丝点缀 米饭呢也很有水准 反应适中 美味的程度完全不输鸡肉饭名店哦 然后它的米血呢很厉害 口感呢软而不烂 好吃好吃 我长辈 哦 是长辈的名字吗 是 哦 我们是第二代 哦 所以是传承下来的 哦 好吃好吃 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再来这间阿婆粉圆冰呢 是在地人大推的古早味刷冰 可以看到阿婆呢 腰已经挺不太直 但为了维持生计呢 至今还没退休 最喜欢阿婆尽管辛苦 依旧少年赢人 鼓力十足 我刚刚就不吃了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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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几 八十几哦 嗯 你都吃啥 没有啊 我还不够够吃 一零 吃一零块 要够太吃一零块 好 这样才好 这都一零块 不像人家说炒煮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看看这个综合炒饼 一大包才35元 冰还可以另外 一包比较不会融化 非常贴心 还有阿婆美丽的秘密 一人汤 一大包也是30元而已 接下来这间呢 是在地人才知道的 隐藏班烤玉米 距离阿婆粉圆冰 只有30秒车程 这间厉害的地方呢 是它的酱料味道 温和 淡香气十足 不是重口味 所以吃到最后也不会腻 而且价格非常实在 还不用等到天荒地了喔